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后窗惊魂 影片一开场 大眼哥正在跟他的爹地龙套叔钓鱼 这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夫子兵 爷俩一静一动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但在返回的途中 一场车祸不幸爬上 大眼哥爬出车一看 发现爹地龙套叔已经领了好办 大眼哥意识到像这种情况 就算变形金刚来了也没法办 俗哥当年学车的时候教练曾说 行车几万里出事就在一两里 作为一兵老司机 俗哥必须提醒大家 开车千万别超速 不然准上黄泉路 转场之后 虽然龙套叔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但大眼哥仍然无法从阴影里走出 是吃饭也没味上课也没劲 这老师毛袋叔也是没事倒事 你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呗 非得替大眼哥爹 那大眼哥能不来亲 上去就是全的 直接就把毛袋叔给打残了 学生打老师这种事 那学校能管的 直接就把大眼哥告到懒悦 法官说你的行为太恶劣了 现在派你在家软禁三个月 警察酱油姐说 打今儿起 你的活动范围就在方圆100英尺以内 而且你已经被警方GPS盯了位了 只要红灯一亮 我们英明神武的警察 马上就会从天而降 警察毛袋哥说 你揍的老师可是我表哥 看着毛袋哥一脸的公报私仇 大眼哥就是一哆嗦 意识到今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接下来啊 大眼哥过起了猪一般的生活 整天除了看电视剧打游戏 小日子过得甭提多歉意 冷淡姐正值虎狼之年啊 这龙套鼠死了之后 她是整宿整宿的固定男人 由于这多余的精力释放不出去 她是看谁都来骑 尤其是看到大眼哥屋里比猪圈还晚 气得她把网线和电视剧的电线全给掐断 转过天 当大眼哥正闷得蜜的时候 突然发现金发妹一间搬到了隔壁 成为了她亲邻居 像金发妹这种女孩条这么正啊 对正在发育的单身狗的打击 向来都是毁灭性 大眼哥透过窗户一看的 立马就开始姓黄医院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邻居俩倒霉孩子 给他家门口放了一座大便 那大眼哥能干 这哥们一冲动啊 把脚活的事忘了是一干二行 随着红灯一亮 毛弹哥如神明天将 上去就把大眼哥跟在地上 将而有姐在电话里说 你要是再敢超出规定范围 我就直接把你扔进监狱 那里边可都是流氓残迁犯 到时候你的仪式清白啊 可就毁于一旦了 这大眼哥整天没事干 便开始拿着望远镜到处下去看 而且他还把观察到底啊 一一为自己的同学 逗逼哥做了介绍 什么面摊叔一天出两次草 男主人趁老婆不在家啊 跟保姆下不搞 一天晚上 大眼哥在电视上啊 看到了一则新闻 说一个女孩啊 上了一辆野马跑车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而且这辆野马跑车的 左车头啊还有凹陷 当大眼哥正在床上 打游戏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家的邻居 面摊叔开着一辆野马跑车 回到家 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他拿起望眼镜一看呢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因为面摊叔这辆车的 左车头上啊 也有一束凹陷 转场之后 当大眼哥和豆皮哥 正偷看金发妹游柳的时候 无幸被金发妹给发现了 金发妹说 要看就大招招招的看 偷偷摸摸算什么应该好啊 豆皮哥说 根据我们的观察啊 你们的邻居面摊叔啊 很有可能就是德州的那个 专门杀红发女孩的 变态杀狂 因为他的那辆野马跑车 和左车头的凹陷 跟警方提供的线索啊 完全吻合 金发妹拿起望眼镜一看呢 我哪有什么凹陷呢 你们这纯粹就是吃饱了 没事干在这现出来 虽然目前的证据没什么说服力 但三个人经过理性的探讨啊 认为面摊叔身上的疑点还真不成 于是这三位啊 便开始严密监控面摊叔的一举动 监视人这活啊 其实挺无聊的 趁着面摊叔商业店 大眼哥开始跟金发妹现出来 大眼哥说啊 你们一家为什么从城市搬到郊区啊 金发妹说 大城市的诱惑太多了 而且我爹地啊 整天才往我开汽车 我妈咪担心时间长了会出事 所以才搬到了这个地儿 郊区地广连西啊 他就想念会儿惹草 估计也不好找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啊 面摊叔坐着夜店小姐 红发妹的车回来了 当大眼哥正拿着望眼镜偷看的时候啊 突然就被面摊叔没发现 第二天一早 当大眼哥正在做早餐的时候 面摊叔突然不醒的到 大眼哥一看当时就瞎叫 看着面摊叔一脸的皮笑肉不笑 大眼哥就知道这孙子啊 其实是在向自己提出警告的 到了晚上 当大眼哥和金发妹正亲得如痴如醉的时候 突然听到面摊叔那边有动静 两人拿起望眼镜一看呢 发现面摊叔正撅着屁股 把一个带血的包裹往车库里拖 为了查清真相啊 趁着面摊叔上钞时 大眼哥让逗逼哥去面摊叔加谋情况 可金发妹的跟踪行为啊 很快就被面摊叔给发现了 面摊叔说你们这几个小默的 要是再敢偷看呢 我就让你们全都两回来 听完金发妹的讲述啊 大眼哥说这孙子就是那个德州发迹沙士汉 咱必须马上报案啊 金发妹说法律是要讲证据的 你没评没据报个屁啊 一天晚上 当大眼哥正在搞科研的时候 豆逼哥突然不醒自来了 豆逼哥说可坏了菜 那天我的手机也落在面摊叔的车上 大眼哥说我在这边给你打野户 你现在悄悄潜入面摊叔的车库 豆逼哥潜入车库正在瞎悬末的时候 突然就像被人踩了尾巴似的 不仅表情痛苦 而且还不停的惨着 大眼哥一看事情不妙 急忙拎着球磅 就冲到了面摊叔的家里 这脚踝上的红能一亮 一直想公报色彻的毛蛋哥 再次犹如神面天降 哎呀我算看了 这毛蛋哥如果不是整天在大眼哥家附近 手术带兔了 绝不会有如此之神素 大眼哥说这孙子是变态杀人犯的 他车户里藏着有尸体了 你们赶快去看看 毛蛋哥一听有命案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可当打开包裹一看呢 这大眼哥当下又是猛的一颤 冷淡姐说你这个小猛蛋 整天给我添乱 面摊叔一旦起诉你思考名难 你最少得在监狱里喝好几天去呢 为了取得面摊叔的原谅 冷淡姐舔着脸来到了面摊叔的家 冷淡姐这前脚刚走 逗逼哥突然神奇般的 在大眼哥家的柜子里出现 虽然这哥们解释来解释去 但怎么听都不再合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眼哥突然从录像上 发现了面摊叔的秘密 转场之后 冷淡姐跟面摊叔 全是网上厕所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面摊叔说大哥也走了一天多了 你这平时觉得寂寞不寂寞 两个中年单身狗 看上去聊得挺投机啊 可当冷淡姐打算回家的时候 突然就被面摊叔给做懵逼了 接下来啊 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大眼哥和鸡发妹男女搭配 不仅救出了自己的妈咪 还把面摊叔送进了地狱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一旦发现事不对 赶快报告据委会 跟踪丁烧哪家强 必须小小飞机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TU考zn line感想 寧 订阅